我是Snow甜脸师杭州人 在我们家乡有一道烹饪简单滋补养生的菜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笋干老鸭宝 笋干使用前线泡发 泡笋干使用桃米水 浸泡两小时后洗净待用 火腿切片 生姜切块待用 我们选用三斤半左右的隔年老鸭 饱出来的汤头会比较清亮 鸭子洗净后在腹部开口处加一些盐和黄酒 塞入生姜 蒜拌 和整颗小葱 然后将处理好的鸭子放入锅中 加水至淹没鸭身 今天的鸭子没有什么酸味 不用焯水 我们就直接在锅中倒一些黄酒 鸭身上放几块姜片去腥 大火煮沸后调中火 煮至沸腾状态 15分钟后调小火 加盖继续炖煮40分钟左右 在炖煮的过程中要不时舀起汤汁淋到鸭身上 以方便它入味 接下来放入笋干和火腿 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白砂糖调味 继续炖煮半个小时 直至鸭子熟透 汤醇味浓的笋干老鸭宝就做好了 如果买到的鸭子有三味 最好提前操一下水 笋干的挑选要选择一些表面盐巴比较少 颜色比较白一些干燥一些的会更好 我们今天选用的笋干都比较嫩 所以用桃米水浸泡两小时就差不多 因为后面还要经过炖煮 有些人在做笋干老鸭宝的时候 还会在锅底垫两片粽叶 这样主要是为了防止粘锅 但其实在炖煮的过程中 我们会不时地翻一下鸭身 这样也不会导致粘锅